各位有没有想过 既然福音是恩典 那么我们还需要为自己的过错 做出任何赔偿吗 有些基督徒或许觉得 既然神给了他们赦罪的恩典 那么他们就不必为自己的过错负责 只要认认罪 神就会饶恕他们 而有些非信徒不能够接受福音 也是因为他们想不通 为何人犯错 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了 那岂不是很不公平吗 已经蒙受神救恩的人 还需要为自己的罪 做出任何赔偿吗 首先我们要晓得 赔偿是圣经的原则 在旧约里 许多律法都谈到赔偿 比如《立位记》第六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 在灵舍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了鬼扎 或是抢夺人的财物 或是欺压灵舍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 行了鬼扎 说谎启示 在这一切的事上 犯了什么罪 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 也要照你所孤定的价 把赎迁寄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年羊 迁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为赎千计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他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了罪 都必蒙赦免 在新约 我们也看到撒该的例子 路加福音十九章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罗马书第十三章也说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不论是旧约或是新约 都提到赔偿 不可亏欠人的原则 但我们要清楚了解 赔偿与救赎恩典的关系 重要的 人的赔偿不足以赎人的罪 这也是为什么 立位记第六章提到了 原数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之后 那罪人还得把赎千计带给祭司 让祭司替他在耶和华面前赎罪 这样他才能真正被神赦免 这是福音一直向我们强调的信息 人的赔偿不足以赎自己所犯的罪 唯有借着神所悦纳的祭物 我们才能被赦免 而唯一能够为我们赎罪的完美祭物 就是神的儿子基督 因此人的罪能够被赦免 完全在于神的恩典 人必然有我们无法偿还的罪在 所以我们唯有信靠耶稣的赎罪 才能够得救 重要的 人的赔偿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乃是得救所带来的结果 而且要注意的是 赔偿不能代替悔改 但它是真悔改的证据 即使人做出了赔偿 也未必代表他真的为他的罪感到懊悔 有些人可能为了向人交代 或是挽回自己在人前的形象 就随意做了一点补偿 所以有赔偿的举动还不够 那只是外在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要有心理真实的悔改 若没有真实的悔改 纵使这次做了赔偿 下次很容易又再犯同样的罪 因为根本无心改变 只想用赔偿随便打发神和人 然而我们怎么知道 人的心真的悔改了呢 圣经说真悔改是必定有果子的 马太福音三章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成 所以人不能说 自己已经为罪很懊悔了 然后就以为完事了 不用为所做的负责了 悔改是会有相关的果子的 正如撒该悔改信主后 自愿四倍赔偿他曾讹诈过的人 他并不是肤浅的说声对不起就了事了 但当他与神恢复关系的同时 他也尽量与人和好 把欠人的赔还给人 他真实的悔改 促使他愿意做出超越律法要求的赔偿 律法要求元数加上五分之一 但他赔偿四倍 但为何神要人赔偿呢 没错 人不能做什么来救自己 人能得救唯独因为神的恩典 虽然人的赔偿不能还清自己所有的罪债 但赔偿也是在人和社会的层面 有公义的交代 因为罪不但涉及犯罪之人与神的关系 罪也一定有受害者 而受害者也应该为所受的伤害 得到公正的赔偿 如果单单给犯罪之人设罪的恩典 却没有给受害者公义的交代 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 罪人需要有些赔偿 不单只是为了报应的缘故 最终的目的 也是为了带来罪人与受害人 罪人与神关系的修复 有了正义 整体社会也会比较和睦安宁 并且 若要人遵守神的诫命 也需要一些不遵守的后果来警戒人 若没有任何惩罚 堕落的人不会自动愿意遵行的 所以 赔偿的惩罚是为了警戒人 不要随便违背神的律法诫命 弟兄姐妹 我们信徒虽是在恩典之下的人 但圣经教导我们 爱的原则就是不亏欠人 即使神在祂的恩典里饶恕了我们 我们若是真心悔改 也当在亏欠人的事上尽力有所赔偿 或许是金钱方面的赔偿 或许是加倍的爱我们曾伤害过的人等等 愿神让我们更懂得活出祂的爱与公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